大王召芈月承明殿见价 请容我梳妆 好 将大王赐予我的首饰 紧两只好的戴上 那衣裳呢 就要那件鹅黄色的吧 姑姑 你说呢 好 不过于艳丽 也不落于贫俗 大王 你月到了 拜见大王 大寡人身边来 是 护目一笑 峨眉曼枝 容则秀雅 智朱颜枝 寡人正在读屈子的处词大招 果然写得很好 大王喜欢 大王喜欢 屈子真是神来之笔 写楚国美人栩栩如生 楚国美人 并非仅仅朱唇好齿 而且 彼得好闲 习以都之 有道理 花容月貌 敌不上蓝芯绘质 过去只知道 屈子恨寡人入骨 巴不得烹而失之 但寡人读过他的笔墨 发现的确是个人才 既然 不得楚王重用 不如来我秦国 大展宏图 大王读过菊宋了吗 寿命不迁 生难国息 身故难息 更宜致息 心智如此 很难勉强 当真可惜 楚国人才 虽不能由大王驱使 但楚国的学识 却是可以拿来用的 楚国宫中藏书众多 王后出嫁时 楚王曾赏赐王后 五百眷书简作为陪嫁 王后的嫁妆 虽然在五官被劫持 但义渠人 只掠走了一些金银珠宝 而最珍贵的五百眷书简 还有全套青铜乐器 全都完毫无损 只因秦楚两国文字不同 秦宫中像大王这样 通晓多国文字的人不多 所以这套嫁妆 自入宫以后 就一直没有动用过 这些寡人都知道 可是整理书籍事物 费事费力 王后请求大王 准许芈月 带着懂得秦楚两国文字的人 来整理书卷 重训月人 让楚国的学识在秦国 不至于明珠蒙尘 这果真是王后的想法 确凿无疑 王后虽然身怀六甲 困于娇房殿 但她仍心系大王 愿为大王分忧解难 难得王后一片苦心 只不过前一阵子 对待张子一事 她未免糊涂 乱了名分规矩 寡人不得不发他 不知大王是否知晓 芈月曾在慧院种过 从楚国带来的杜若 一大把种子撒下去 能存活得竟寥寥几株 可见草木都练旧土 人怎会对母国抛之暖后 何况远离母国艰难重重 哪有不惦年的道理 王后为人宅心忠厚 自来到秦国 事事以大王和秦国为重 但更为扎牢 有时难免心系旧土 观心择乱 但等到来年 那杜若跟扎牢了 秦国是他的基业 大王是他的靠山 他对旧土之念 也就会渐渐淡了 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 此话有理 寡人对王后也许是过意苛责了 明日下朝 寡人去焦房殿看看她 天气越来越冷 寡人刚好让人做了几件 上号的雕毛皮衣 给王后护身子 多谢大王 王后 王后可喜欢这两件新衣吗 大王给的什么都是好的 还有两件白胡的 寡人让他们做好 也都给你送过来 臣妾身子笨重 只怕这衣裳 一时还穿不上呢 不忙 等你缠下王儿 一件一件慢慢传 寡人要自己的王后 燕灌后宫 臣妾谢过大王 好 王儿 不要再提我了 你父王过来 姐姐 看过你了 妹妹来了 姐姐 前几日葵姑做了姜蜜 妹妹尝了觉得好 所以今日特意给姐姐送来 太好了 今晚大王要来焦房殿用膳 我还特意跟珍珠说 让她把秋日里 我在园子里采摘腌制的桂花 拿出来 给大王做桂花莲子粥 有了你的姜蜜 怕是要把我的桂花莲子粥给比下去了 姐姐何不今日给大王做莲子粥 明日再让大王尝姜蜜 赢得大王日日惦记叫房殿 由不得她不来 哪能等到明日啊 好久没有吃过楚国的姜蜜 都馋死姐姐了 你还记得吗 母后也喜欢姜蜜的 特别是秋日的菊花姜蜜 总是让膳房做很多 分给各宫的公子公主呢 王后何必提及此事 她是不会记得的 姐姐大约忘了 在楚国这种事 从来都与我无缘 先生 魏夫人那边又派人催要福节了 说是再嫁不到福节 她就不得不亲自上门了 这个义渠王简直是蛮横无比 他竟然狮子大开口 问我讨要五百车粮草 来换取福节 五百车粮草 这得多大动静啊 所以我一直没有答应他 这样 你马上再去找一次义渠王 你转告他 就是我情愿拿珠宝钱财 来折换成他想要的粮草 让他即刻把福节给我还回来 是 小冉去哪儿了 小冉去哪儿了 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 是啊 我也奇怪呢 早上用完早膳 就一溜烟的没影了 不知又到哪儿淘气去了 真孩子 夫人 大王来了 大王 好了 不必多礼 寡人知道你不贪奢华 但看你这日常陈设 未免过于简朴了 大王恕罪 如敏玥一些时间学会铺杖 大王 司马将军他们来了 好 让他们进来 是 大王 小冉 姐姐 姐姐 司马将军 这孩子怎么样 这孩子龙惊狐猛 是个习武从军的好配子啊 寡人有一江未染 交与司马将军 带到军中亲自调教 你觉得如何 姐姐 小冉从小志向 就是奔赴沙场建立军功 大王亲赐小冉良机 和置身盔甲 姐姐切不可阻拦 可你年纪还小呢 谁说的 我都和你差不多高了 我已经是男子汉了 沙场的确凶险 刀枪无眼 这么小的孩子交与臣 带他从军 芈月 芈月是要慎重 臣妾 庇护得了她一时 庇护不了她一世 她身为男二身 当早日自立自强 建功立业 大王身谋远虑 请司马将军 收下她 芈月快快请起 好了 起来吧 芈月既然信任司马托 我定不辱使命 小公子 你这么小小的年纪 就去从军 就真的不怕吗 有什么好怕的 我已经长大成人了 能够为姐姐和葵宫出头了 好 既然如此 就这么定了 两个月后 萧冉随司马措离开咸阳 你们为她准备行装吧 谢大王厚爱 谢司马将军赵义 都是马子 这是赵国的马 魏国的马 这是我们秦国的马 真的 果然每个国家的马字 都不一样 光这个马字 七国就各有不同的写法 想要征服列国 争土地容易 征服人心 却因为文字 货币 杜梁衡的种种障碍 难 也未必 大王看 韩 赵 魏是不同国家 可他们的文字却很相似 不 韩 赵 魏原来同属三晋 自然共用晋国文字 后来三家分晋 他们由一把文字 做出种种区分 所以这三国文字 虽然相似 却也不同 西州之后 诸侯分裂割据 攻城掠地 自检障碍 造成了交通 文字 货币 杜梁衡的不同 为难了别人 也为难了自己 那年 王后嫁入秦国 半路病倒 我在药铺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认识楚国文字的人 却因为杜梁衡不一致 他不肯卖药给我 他也两难 不卖给你是巫师 卖给你可能就是害命 不要说国与国之间 寡人这些年来 在秦国的属地 统一文字 统一杜梁衡 都一直进行得很艰辛 听说那些 被楚国并吞的小国 刚开始 也都是文字语言不同 并入楚国之后 却被迫使用同一种文字 刚开始人们也很抗拒 后来渐渐习惯 竟也觉出种种好处 所以 只要统一了疆土 再想统一文字 统一渡梁衡 也不过是岁月光阴的事情 习俗一致了 人心自然顺服 这是寡人的志向 芈月 你可愿意陪寡人完成这个报复 我愿意 嗯 我愿意 好